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1号 星期二 大家好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做完梦之后 纷纷的各种的梦的解析就来了 很多人来解梦 各路周公来解梦 我早上起来看了得有上千条的留言 说实话里面没有哪个是直接证据 给出来的也不能说没有用 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用的 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是很好 但是基本上都是间接证据 大家吵就是吵在火葬场 有的人就觉得火葬场 他们经常从尸体里边拿什么 有的拿尸体的衣服卖 拿尸体的首饰 甲牙 所以说他们说烧之前搜一遍尸是很正常的 有人说尸体要破斧 把肚子抛开再烧 说为什么 说如果有的太胖了脂肪多 或如果没破开烧的话会伤害到炉子 又怎么着 我也不懂这东西有没有道理的 有的人说是不可能 是家属在那看着从头到尾 你没有机会去拿他的假牙 东西或者破斧都不可能 说家属从头看到尾 这个里边就是说争论比较多 咱也不知道相信谁了 而且完全信息都是矛盾的 所以由于这些信息都矛盾的 这基本上就没有价值了 然后关于武汉的殡仪馆 也众说分析 有的说离得近 有的说离得远 有的说这能烧 有的说那不能烧的 这就完了 这种东西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最多的发给我最多的 就是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什么 一个养生堂的 一个有什么视频 是什么独家探访P3实验室 什么的 北京电视台养生堂什么的 发这个视频 给我的人是最多的 下面有一个人说 说看完死动计的视频 过来看这个视频的点赞 统计下大概有多少人 下面有152个赞 好吧 好吧 他这视频自己本身 有100多个赞 结果这一条就有100多个赞 好 我再帮他推一下 一会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搁在我视频下方 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人把这个视频发来给我 下面留言 也有很多人都在发这个视频 那1000个人看哈姆雷特 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对这个视频也是众生分云 有的人说 说这个死动 你看这个视频 他就春混证明了 你说的是真的 这个视频就可以给你佐证 因为他说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有的人说 就是说你看了这个视频 你就知道你说的那是假的了 你的我给你爆料的 肯定是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自己瞎编的 说实话 在我录之前 在我做梦之前 我没看过这视频 他们给我发了 我刚才看了18分钟多 我大概其实看了快进的 看了那么几分钟 大意就是去P3看了看 然后跟爆料里提到的 P3的那些设施很像 还有包括病毒检验的步骤也很像 然后他们说 抱歉 吃太饱了 我觉得是这样 有的时候爆料是这样 包括他这个视频 我看了之后 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 你知道什么吗 我看了这个视频 我大概一起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包括女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那女记者 也把三层防护服穿上了 去体验了一下 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 就是说防护服是万物一失的 你不可能穿着防护服被感染 爆料的 我觉得 如果是自己编的话 首先要想到的 就是说穿着防护服 是绝对不会被感染的 防护服是百分之百万物一失的 那么铜墙铁壁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编的话 首先他就要想 防护服怎么破了 是怎么在哪挂了一下破了 或者在哪摔了一跤破了 或者没什么办法破了它 但是我们的爆料的提供人 就是说防护服是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镇举队就死了 然后说最后 唯一有可能的 那就是过滤器可能有问题 就是说 因为查来查去 这个防护服没有破裂 没有损失 镇举队也没有任何失误 镇举队也没有任何失误 镇举队就要死了 对吧 所以按理来讲 你看了 就这什么两生堂 这个视频之后 你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任何一个正常的编故事的人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他肯定得编 这个防护服怎么破了 不小心是他比扎了一下 怎么着反正 anyway 但是这个人没有 就是没破 他也没有任何的错误 莫名其妙 就死了 唯一一个有可能的 可能就是过滤器坏了 空气没有过滤好 但是 咱们也不知道 对吧 还有一点 我觉得关于病毒 最初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定是来自大自然 肯定的不是泄露的 那就是胡说八道是泄露了 但是就目前来讲 对这个病毒 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 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 我发现我在跟很多人聊 大家都有点倾向于这个病毒 可能有点人工的东西因素在里边 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来了 还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信息 我觉得还有点价值 他说就是说他得到的消息 从2018年年底的时候 法国那边不再卖给了 不再卖给中国 法国生产的 那种P4级的那种防护服 说为什么 说因为中国买了太多 导致法国还是想卖 但是美国那方面 说美国借助进来了 美国不让法国卖了 就是说因为美国觉得 防护服中国买了太多 如果中国当时承诺的 就只建这么一个 P4级的实验室 但是后来据说中国去仿制 然后建的越来越多 而且美方就认为中方买了这么多的话 肯定是在中于一些军事上的中途 或者是干什么 但是反正从2018年年底的时候 就不再卖给咱们这种防护服了 然后咱们就开始转国产 转国权使用 然后据说防护服造价特别高 而且应该是 就是说穿一次就得扔就不能要了 第二次就不能要 然后给我报道这个人 就是说他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首先法国不再卖了之后 我们可能自己在生产这种防护服 生产的时候 就是说也不是说一定 就是说进口的就一定比国产的好 对吧 这个也不好说 但是他说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财迷 这个东西按理说 他说这个东西脏价是非常高的 用一次就要扔的话 一次性可能他们没有按照这个标准 有可能重复使用 他也是怀疑 当然咱们不好说 因为这都是间接证据 就是说怀疑防护服有重复使用的可能性 只能说这个嫌疑 但谁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 然后还有人说 就是说无论这个女的 就是说得了什么病毒 也不可能马上就死在实验室 所以他就说给你爆料了这个人 一定是一个就是说傻逼笨担 确心眼 因为他说了两个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 就是说第一 这女的不可能死在实验室 他要编的话 他应该编 是这女的被感染了 然后这女的自己 但是被感染了 不知道刚开始没有症状 在潜伏期 他出了 然后传给别人了 这个比较可信 或者就是防护服的被割掉了 为什么他说的这个东西 就我在几百条报道里 就他这个我拿出来之后 我给我的感觉 特别像真的就在这了 以前我就讲过 就是说韩国一个电影 叫什么杀人回忆是什么的 对不对 那里面就是 就是说 当你写一个剧本的时候 当你在编剧的时候 当你在说一个谎话的时候 你担心的是什么 他不真实 你担心的他不够真实 别人不信 逻辑上说不通 对不对 所以当你编一个谎言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编圆了 对 一定要把它编的 就是说逻辑上是非常能够自洽的 对吧 普通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 往往就是 不需要 对 这就发生了 你能接受你这时候 不能接受你死去 这就是事实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故事 我一看 他就不像是编的 就在这了 你知道吗 因为编子的话 任何人都不会觉得防腐服 会莫名其妙的 就把人感染了 然后莫名其妙 这人怎么会死在实验室的 即使感染了 他也应该出去 去传承给别人 对不对 你要编的话 肯定是朝这个方向编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 就是为什么最终 我认为这个还比较可信一点 对吧 然后还有人就是幸灾乐祸 就在你被坑了 默默三分钟 这种基本上都被我屏蔽了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最简单的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太上老君跟孙悟空搞鸡了 然后他俩结婚了 然后早上起来我跟你说 我说哥们我做了一梦 昨天晚上梦见我太上老君和孙悟空搞鸡了 然后你说 你被坑了 你被骗了 你是傻子吗 做梦有什么坑不坑 骗不骗的 对不对 我梦你害了老君和孙悟空搞鸡了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梦就是一个梦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我只能说你们现在的很多反应 跟我在7号晚上的时候 或者在8号早上起来的反应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你还基本上停在 我7 8号时候的反应阶段 对吧 4天之后 其实我在想到很多东西 已经就是说不完全那么一样了 我觉得我也不是说我做的梦就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你太老君就跟孙悟空还生了个孩子 对不对 生了个挪着 是吧 活八丈 那不是管我们叫石头记吗 石头记轰楼一梦 我无所谓 反正事就是这么个事 这个梦最后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目前来讲没有 我看了这么多 我本来以为像里面亮那样 一出去之后半个小时40分钟 你就知道答案了 现在没想到隔了这么久了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对吧 我们播到时候应该0点 现在17点 就是下午5点多 对吧 那17个小时过去了 11小时过了之后 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直接证据 可以显示这个东西到底是能证实或证伪 或者怎么知道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只能就是说还是存疑 但是普遍来讲 我想任何现在一个 当然了 后来今天又有这个 就是说人间接的吧 跟CDC认识的人 也在跟我聊天 他说CDC那边现在也越来越倾向于 就为什么白宫下令 让美国的科学家要去调查 这个病毒从哪来的 就在这了 就是说连CDC里边的一些专家 也越来越倾向于 只能说倾向于 或者是怀疑 或者说疑似 倾向吧 就是这个病毒 它好像没有来自于大自然 觉得它有从自然间的病毒里面 它有一种突然间的一种的 就是他们讲叫jump 就是一个跳跃 从一科学家来讲 就觉得发生这种跳跃的可能性 非常低 而且必须要有一个特别蹊跷的环境 才会让 就好像从猴子变成人类吧 你懂不懂 好像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非常接近 但是猴子和人类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就是说当然了 进化论说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 对不对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 你给这猴子什么条件 它也没进化成人 对吧 所以写上猴子或者语言 最终进化成人的话 那么就这一下到底是什么一下 就这下从哪来的 就是他们觉得病毒 它有一个跳跃 就好像是被上帝抚摸了 你现在是的 你懂我意思吧 到底是谁在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梦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目前越来越倾向 越相信 就是某一种事故 就是说完完全全 这个病毒就来自于上帝的可能性 来自于大自然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 所以这就目前来讲 反正到目前来讲 我对梦的解析 然后他这个视频 我也会在我视频下方 你感兴趣 你去看一下 我觉得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这个视频 索证了我的视频也行 你觉得这个视频 否定了我的视频也行 或者你觉得这是一个疯子 他想了根本就不切实际 很多人都跟我说 这故事如果是我来编的话 会更圆一些 但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有一些事 就是说 如果你给我编的那个故事 特别符合逻辑 我可能连看都不想看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为什么我在几百个爆料当中 就选了这一个 就是因为这个 它不合逻辑 你知道吗 它真的它不合逻辑 它不合逻辑的地儿特别多 你知道吗 而且我就觉得 除非这是一个 我就觉得一个傻子 也不会这么编这个故事 你懂我意思吧 你想稍微一个智商正常的 都不会认为 穿着三层防火服 会突然死在实验室里 对吧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是从逻辑上 从智力上 都说不通的一个事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韩国那个电影 就是那个杀人回忆 那个电影里边的意思 就是说它说不通 它不合逻辑 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对 就它在我的梦里就出现了 你看 好吧 这就是目前17个小时过后 我们得到的 我觉得还值得一说的一些线索吧 剩下一些都不值得一提了 没有没有 毫无意义啊 那就讲那些吧 行 好不好 后面呢 我们再看看 只要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间谍证据都没有用 我看看有什么直接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件事的时候呢 咱们再说 好吧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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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